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收到短片 没想到那个谁 目前他会把它转发给大家 那就是在世间法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讲到的 是因为怎样才提起 我为什么会讲说 那个职能不变 职能不变 因为那个就是在佛法方面 就是说要证明 可以讲证明 可以讲证明就是说 那个科学跟佛法 那个科学比不上 科学比不上 我等要讲你就知道说 说是科学还是有段落差 这个就是要讲说职能不变 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说我把它讲成说职能不变 那个就是一种 主要在讲佛的大智慧 就是如来的大智慧 如来的大智慧 如来的大智慧 再怎么讲还是就是大智慧 就是用比喻的 知道吗 那么在这个比喻之前 比喻之前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在讲说 这整个一个法界 整个法界 我们讲说三合大地的深层 世界的深层 有没有 那这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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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讲说三层 深层是因为 因为你终生的无名 你终生的颠倒 产生那个什么 三合大地 产生那个什么 神命 那这讲 那这讲 但是你如果回到 回到你整个 那个什么如来 回到如来 回到如来的时候 它的产生出来的大智慧 是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好 在这整个所形成的 这智慧所形成的这个世界里面 有山有水 有天有地 天就不用讲有地 有这些东西 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它每一样里面 地水火风 它都蕴藏着 那个什么 如果我们世间的话 就是宝物 比如说那个什么石油 对不对 石油 有路上挖的 有海底挖的 对不对 水晶 水晶是在水底挖的 海里面的水晶 这些都 视线在世间里面 就是宝 但是你回到 那个什么 这都是如来的智慧所 化现出来的 所化现出来的 所以以前我不是讲 就是说 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药 那个草药 视线在这个地方的药草 就是为这一带的 这个地方的众生 而发现 所以你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的药草 你拿到我们 台湾的药草 你拿到中国去吗 会不会 中间都会把我们讨厌 对吧 那不会 就是说针对那个地方的状态 所以我们 那个什么 我们念头里面 就不要去违背 不要去违背 那个什么 那个 如来所示现出来的 这些 这些 这些法 这些现象 你看还有那个什么 金矿有没有 金矿啊 你看那个山那边挖 水里面有 有流沙 有金沙 这些都是 那个什么 都是那个 智慧的化现 这是如何 变成资深 给众生的资深之财 资深之物 所以这个就是如来的智慧 那好啦 我们讲说 不是有一些影片吗 就是说某某地方 有那个天坑 你那个洞里面 你再怎么样多的水流 你钻进那个洞里面 这会不会 别的地方会不会跑出来 这个现象 你要去 从这个现象去思索 就是你某一个 有没有 大家知道吗 我们是没有去清理那个现场 可是在影片上面 有一些照片或是影片 它有一个洞 你那个水 就是一直流下去 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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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路也是 或者它有一个洞 就是水流一直往那边跑 这是 这是那个 什么 我们从那个 海水 从那个天空 太阳系里面 它不是有什么黑洞吗 对吧 黑洞是时光隧道 那个都是有道理的 那都是有道理的 这个都是智慧的化现 好 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用这种自然现象的化现 其实这都是如来智慧的化现 但是我们众生愚痴 这些化现里面 这些化现里面 怎么讲 就是让众生 众生从这些自然现象 来了悟佛法 最像这个就是了悟最上升的佛法 让众生 所以我一再强调 就说 那个佛法在世间 不是你要用佛法来讲 比喻世间 不是这样 你要从这个现象界里面 自然界里面的现象 来比喻佛法 这样才是对的 知道吗 如果说你从佛法来去讲 扭转成世间 世间法 那个就是望上加望 那就望这样 你看 那个海水是这样 那海水你看看 再想一个 你再想一个现象 就是说 假设 因为中国今年不是大水灾 去年不是有大水灾吗 那个水一下来 你消不起了 消不掉 所以你当下你就水灾了 对不对 那以我们学佛的人来讲 就是你天降大雨 那个就是龙王在布雨 龙王在布雨 你看 你再放大来看 假设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 不用说龙王 假设说这个 忽然之间下大雨 天降大雨 好啊 虽然这个地方 涨起来了 水灾了 到最后它不是退了吗 水到哪里去 人会死掉啊 如果不幸会被淹死嘛 好没有淹死了 水等一下就没有 那水到哪里去了 我们说海纳百川啊 它最后是流到海里面去啊 海温会比较大 也不较大 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你在下什么大的雨 你流到海那边去啊 海水是不增不减啊 刚才有人讲说不增不减啊 一样是不增的 要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个道理啊 就是我们从这些现象 另外我再讲一个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阿非要不是经常在做那个 做那个什么 渐过了吗 为什么那个胡瓜 生的胡瓜 你盐巴加下去以后 再出来的胡瓜 那个瓜 那个什么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这是不是一种变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一种变 你再想想看 那个什么 那个牛奶啊 牛奶打开之后 放酒之后会超症 我们的食物是不是会超症 为什么会超症 你要想想看 用这个话去想 为什么会超症 你不要把他想成说 因为腐烂 好 众所是腐烂的 他为什么会腐烂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那个比如说 前几年不是有人很喜欢做那个什么 油肉乳 对 那油肉乳怎么做的 对啊 那个劲怎么来的 对啊 那个劲怎么来的 你要自己想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我们的人类 为什么会有那个头脑 会去想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乳肉 乳肉 对啊 那边 现在是从那边 不管它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个脑筋 会去动这个脑筋说 因为从这个变这个 会这样子 可能那边的众生 不像是在讲自然界 自然的现象 知道吗 就是自然现象 为什么就是会让你这些众生 很自然会去从这个 从A变成B 再从B变成C 从C变成D 这个我们说老主中的那个智慧 老主中的智慧 你可以从什么变成什么 从什么变成什么 那个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自然界的一个现象 让你去开启那个智慧 开启我们人类的那种脑力 智慧 从自然现象里面这样子 好了 我们再回到自然现象 我们刚刚讲说 你那个海水 那个海水为什么 就是说你在下什么大的雨 在做什么样大的水灾 那个海水都不会涨起来 不会多 为什么不会多 它一直保持在那种等量 就在这边等量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会不会脏潮和下潮 不是 脏潮下潮 那个就是因为地球 跟太阳之间的运转 公转自转 自然会有潮汐 自然会有那个现象 就是说 那个就是一种 职能不变 你知道怎么进来 那为什么会让你 职能不变科学可以讲说 这个是职能不变 那为什么会有 那个职能不变的 那个什么道理出现 这个就是科学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找到的答案 为什么可以职能不变 所以科学在讲说 职能不变那个 那个东西 就是只能证明说职能不变 再深入下去隐灾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就讲说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 好 那就说 这个 那个佛的大智慧 它有什么 你修正到 那个什么 如来的时候 修正到如来的时候 你展现出来的 那个智慧的光芒 那个智慧光芒 那个智慧的光芒 那智慧光芒就是你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一直存在的我们世间 世间的生物 对这个东西一直存在着 为什么 存在着永远无量 无边的那个 为什么 偏偏找不到 这个为什么如果你找到了 你就得到这个大智慧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有什么 这个佛的大智慧的光芒 它有哪些现象 就是说 这个大智慧的光芒 可以造到这个众生 这众生都一个一个成就 所以你造到菩萨 菩萨就会成就 菩萨会成就这个什么 成就这大智慧 造到众生 众生会成就这个大智慧 我们先讲这个 好 那这个大智慧有怎样 火的大智慧是什么 第一个啊 这个善善 这个善善的意思 就是我们讲说 你那个菩萨 你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要普度一些众生 那个普度一些众生就是善 就是善发 善发这些善 善发这些善根 所以这个善善 这个魅这个善善 这个善善 这个善善的那个样态 就跟那个海波浪一样 那个什么 所有的善行啊 跟海波浪一波一波都出去 那你菩萨呢 菩萨只能怎么样 菩萨只能 每一波 每一个波浪 每一个波浪都是善行善根 那个都是菩萨所做 你到佛的时候呢 这些通通不要了 这些通通不要 为什么不知道 他住在这个大智慧里面 他普照整个宇宙啊 整个虚空啊 所以这些不需要 知道吗 菩萨是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善行善根啊 佛做 佛做 他就是光芒就好了嘛 他的光照下去 我就是让你开启智慧啊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这样了解吗 你不要看到说 妹这个善善 这个就不对 这个意义就是说 那个什么 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跟菩萨境界不一样 菩萨境界就是你要去 那个什么 菩萨就是要那个什么 沉沙嘛 你要去行菩萨行啊 你要去那个菩萨蜜啊 四色四五味啊 你要去行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就是散 散发这个善行 佛的智慧的话 就是这个散发善行 这个不用了 你比这个散发善行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力道还更强 我一个人在散发 我不如让更多的人来怎么样 来散发这个善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个 就是要媚这个善善 第二个啊 除这个法碍 什么除法碍呢 就比如说 我们菩萨行啊 我们都要去求得什么 求得正入每一个法门 比如说我们要求得正那个三妹门 我们要求得正禅定解脱门 我们要求得正那个什么 阿根远通 我们要求得正那个什么 正那个 比如说火大水大 这些远通 所有的 所有的千千万万的法门啊 那个什么 你一个修行者 一大修行者 你就要去那个嘛 你要去修正他嘛 我修正了 我修正了这一门 我希望能够更融通其他的法门啊 那个就是一种法碍 那是一种法碍 那佛呢 佛不需要这个法碍了啦 佛呢 佛他就建立一切法嘛 对不对 所以他 这个就除掉之后啊 除掉之后 所有的 所有的法 本来就是没有法 知道吗 一切法 本来就没有法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要除灭这个法碍 有这个法碍啊 就是菩萨嘛 菩萨他会去修正啦 就是有除法碍的大智慧 善 善善的这个大智慧 你知道吗 就是如来的大智慧 再过来啊 还有一个 再过来就是慧光普照 这个那个什么 那个如来的那个智慧光芒啊 他日外智慧光芒就是普照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里面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 你接收到那个的光 我们看到的光 这个娑婆世界 不只包括我们地球 其他星球 比如说现在那个 外星人的科技 比我们这边厉害嘛 外星人科技 所以外星人的智慧啊 他也是很 比我们地球人还要高 知道吗 你看那个佛 那个什么佛在说法的时候啊 比如我们讲释迦摩尼佛就好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注释的时候 在身边的啊 什么大会啦 什么虚菩提啦 这些都是怎么样 都是大声文菩萨而已啊 其他如果说有什么观音菩萨 或是什么文殊菩萨 那个是他方世界过来的 知道吗 都是他方世界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那些佛 那个都是他方世界 不是娑婆世界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一旦成就佛果 那个十方法界都会起震动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的那个 那个什么菩萨啊 眷属 甚至于佛啊 在一尊佛在说法的时候呢 他的眷属通通都过来啊 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有这个 他这智慧光嘛 一照射出去之后 一照射出去之后 那个十方法界 通通都了知 通通都了知 所以他这个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大智慧 第三个就灰光普照 第四个啊